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个黑箱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罪行 是不是王立军都已经向美国政府透露了 新闻头条 带您看到国际间在传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正义声浪 欧洲议会主管人权事务的副主席迈克敏兰史考特 和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 1月29日在欧洲议会举行了一场国际会议 包含欧洲议会议员、人权组织代表、专家、学者 以及重要证人都受邀到场发言 呼吁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大会邀请了三位不同背景的发言人 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活摘器官的真实性及其规模 驻伦敦的调查记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古特曼 和来自德国的医学教授李慧格 展示了详实的独立调查数据 证实中国器官移植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十分可疑 同时从劳教所走出的法轮功学员 以及打给中国的调查电话 更直接证明了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事实的存在 来自维吾尔的外科医师安华托蒂 亲自经历过从死刑犯身上攫取器官 当时行刑者故意将子弹打歪 以保证摘取器官的时候 此人还活着 这段近似杀人的经历 成了安华托蒂医生的梦魇 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史考特讲述 1942年美国一位最高法院法官 在聆听亲身经历过华沙死亡集中营的年轻波兰人 证词后的反应 70年后 活体摘取良心犯 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曝光6年之后 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欧洲议会2011年 世界民主人权报告的报告人莱昂尼达斯说 难以置信是其中一个原因 作为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 法轮功学员们从未停止过用各种平和的方式 对国际社会提出呼吁 欧洲议会议员表示 在这利益和人权的平衡中 议会也有他们的职责 这是一个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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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罪犯的罪犯 这是一个罪犯的罪犯 有议员表示 举办这种国际会议 对国际社会来说 如同一记棒赫 活摘器官的罪行 将会让世人震惊 新唐人记者李悦 比利时布鲁塞尔采访报道